一个人都没有,快递员跑路了,让我来驿站自己找快递,这么多快递我怎么找啊? 看看,这么多快递,自己找,都在这儿,自己找自己的快递。 你们看哈,这一块,全部都是生通快递的,太可怕了,没人派送了,我的货全部都压在底家了,找也找不到。 近日,中共官方宣布从3月1号起,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正式在市场实施。 这意味着快递行业将迎来更严格的规定,正因为新规的原因,越来越多快递员辞职,中国的物流直接瘫痪了。 快递员都被新规和投诉逼得辞职了,想拿快递只能自己到网点自己翻。 还有整个快递网点一起撬班不干了,整个镇的快递都没人派送,直接乱套了。 从2月23号开始,中东的新南沙网点,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派送过快递,现在我已经有十多个快递堵在那里了,现在是想退货也退不回去,没有人帮我们退货,送也没有人送过来。 我现在是拿不到快递了,现在就显示网点异常,网点的人手不够。 有些消费者受到影响,因此在网上抱怨道,还抱怨快递送货上门呢,还抱怨不经允许就放到快递驿站呢,我现在连快递都收不到了,我相信大家的快递物流信息也都跟我一样不更新了吧。 根据新规内容,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以及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的行为就属于违规,最高将处于3万元的罚款。 随即而来的就是快递员们的无声抗议,3月2号,快递员得知新规两天后辞职的微博词条登上了热搜板,由此快递相关话题引发了全民热议。 不少快递员认为,新规的要求过于严格,工作量增大,也导致月工资减少,让快递员这份工作变得不值得了。 而就在这两天,安徽省已经出现了首个3万元的大罚单,少数在港观望的快递员纷纷被吓到离职,而已经离职的快递员庆幸自己早已离职。 被罚的快递员表示,自己的工资就是一家人的开销,每个月大概挣5000至6000元,身上还背着3000多的房贷,剩下2000多就是所有的生活费,如今背上了3万元的罚款,感觉活不下去了。 一些快递员无奈地在媒体尽头前表示,这份工作实在太难了,本来挣的就不多,这下更不愿意继续这个职业了。 真的是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的话,那就只能换工作了,挣的还没有罚得多,就把这一单五毛钱全给你。 假如你一天送100个快递到家,你能拿这些钱干什么?一天100个快递,也就是一天只挣50块钱,这还是不被投诉,不被罚款,不被考核。 这些项目不会被扣钱的情况下,别说3万元了,就算是扣1万元,别说是我,连这个网点的老板可能都会撂挑子不干了。 离职的快递员表示,先辞职两个月休息一下,干点送外卖或者其他的工作,快递它又不是什么金饭碗。 四川成都市一家菜鸟驿站的负责人何成表示,这个新规让他压力很大,因为除了经营菜鸟驿站,他每天还要送快递,每天要送400件左右,工作时间几乎是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休息。 他还强调,如果挨个给收件人打电话询问是否送货上门,会大大增加工作量,无法保证快递的时效性。 林军也是一名快递员,他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5年快递员工作。 他说,在快递新规实施之前,没有在快递上备注送上门的快递,都会被放在快递柜里,因此每天需要送上门的只有不到20件快递,就很省时省力。 而在新规后,现在每天的快递超过了300件,听着都头大。 林军还说道,现在只要写清楚地址的就给放在家门口,没写单元和门牌号的再打电话,但是这些快递件很难在规定时间内送完,数量实在太多了。 除此之外,林军非常担心的就是投诉件、问题件的数量,在新规后的数量逐渐增多。 这方面公司的罚款十分夸张,如果按照新规,被投诉最高3万元,那么一不小心可能就半年都白做了。 尤其在打电话被拒接怎么办,放到家门口丢件了怎么办,贵重件怎么处理,等等这些问题上,快递公司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 同时,快递公司也没有对快递员明确具体的责任认定,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最后可能都会将责任甩在快递员的身上。 林军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都是快递员的责任。 就比如,前一个快递,跟收件人已经商量好了,放在他家门外,最后丢件了,如果没有监控视频,那最后只能我们来赔,所以放在快递柜或者快递驿站,是最能保障快递安全的方式。 另一名快递员马先生认为,如果依照新规的硬性要求,每单配送前必须电话确认,他觉得这无法实现,因为快递公司对快递员所负责派送的快件有时效性要求, 如果产生羁押未派送的情况,每件快递处以10元罚款,现在新规规定每单配送前必须电话确认,600多件快递根本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送完。 马先生还说,我们现在有快递配送员40人,如果依照新规执行,要保持原有的配送效率,最起码需要100人,快递新规施行后,快递员的权益目前是没有后续保障的。 如果产生的罚款全部都由快递员来承担的话,就只能选择离开这个行业了。 已经离职的快递员张力,已经在他所负责的小区送了两年的快递了,他说,我干不下去了,本身收入就不太稳定,经常被罚钱, 这个新规出台之后,我觉得更难了,只好另谋出路了。 在大陆过去的十几年间,除了京东、顺丰这些少数的快递公司外,大多数快递公司的服务并没有实现送货上门。 主要因为快递员的工资是按键计筹,而且普通快递公司的快递派送单价极低。 所以,许多快递员为了节省时间派送更多的快递,经常选择直接将快键投放到蜂巢快递或者是菜鸟驿站。 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快递员的派送效率,但却让一些消费者感到非常不满,因为消费者不得不因此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取件,有时还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但也有大量网友认为,他们没有时间在家里等快递,放在菜鸟驿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快递也安全,下班顺道取快递也非常方便。 而且,对于单身女性来说,快递送到驿站比送到家里更安全,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单身女性的居住情况,从而出现一些危险。 快递员离职,还引发了中国年后招工男的情况,顺丰、京东、通达系的网点纷纷开启抢人大战。 2月26日,菜鸟宿地发布大规模的快递员招聘信息,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招聘6000多快递员。 但是,受新规影响,招工的难度不小。 一位快递内部人员说,现在每个快递公司都在拼命地招人,但是快递员们也在观望,新规后还能不能赚到钱。 因为谁都不想早上6点出门,风中来雨中去,晚上11、12点回家,到头来挣的钱连自己都养不活。 目前,各大快递企业及网点的招聘信息频繁地出现在第三方的招聘软件、公众号上。 为了加速快递员到岗,缓解物流瘫痪现状,有的网店开出月薪过万,还有月薪1.5万元的条件。 从2013年电商崛起以来,快递行业经历了一个狂奔的时代,10年内快递量的规模增长10倍以上。 有调查指出,截至2021年12月份,中国快递从业人员总数约为490万,而根据快递物流信息平台快递100的数据,截至2022年,中国快递员的数量接近450万人。 数据增长猛烈,但是末端快递员的生存状态似乎并没有赶上快递行业增长的快车,最直接的表现是收入的下降。 快递员月薪过万的现象,在行业的加速竞争和快递价格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逐渐消失,派送费也在几毛几毛地下降,一点点侵蚀了网点和快递员的收入空间,一旦派送费跌至1元以下成为常态。 入行七八年的李江对此十分感慨,他说,以前一年下来没有什么人离职,除了双十一大促,一年内也就招聘2到3人,但如今快递员来一波走一波,年轻人越来越留不住了。 李江还告诉媒体,2023年,其网点的派送费每单平均降了0.26元,如果网点一个月派件量为40万件,就相当于10万块钱降没了。 这场价格战风暴主要席卷了业务量庞大,市场排名焦点的通达企业,以及背后密密麻麻的加盟质网点。 这些直营快递企业的快递员也表示,去年以来他们的工资也面临大面积缩水, 派件费从以前的每单2元降到每单1块4毛钱,如今工资也普遍都在6000到7000元左右。 一位快递员说,这个月开始我们的油补也降了。 网点加盟的老板们也特别无奈地说,去年省区给网点每单降了2毛多, 快递员只降了1毛,但还是有快递员扛不住离职了。 按照李江网点的统计,目前网点内快递员月工资基本在6000元左右, 其中2到3个能达到7000至8000元,仅有一个月薪过万,整体比几年前少了2000到3000元。 根据快递100发布的,2021年中国快递员权益保障问卷调研, 54%的快递员每月收入少于5000元,包含5000元, 33%的快递员每个月收入在5000至8000元之间, 80001至1万元的占9%,月入过万的快递员仅占4%。 入行年限较长的审明称,2020年它一年还能挣13、14万, 但现在一年下来仅有10万元左右,按照今年的形式估计也就7、8万元。 与收入下降不对等的,是快递小哥们身上背负越来越多的服务要求和愈发严苛的考核标准。 去年以来,价格站抬头以及快递行业加速服务内卷等等, 这些压力都传递到末端的快递员们的身上, 不断挤压着一线人员生存的空间。 服务水平本应该跟薪资挂钩, 更好的服务本应该更贵的价格去购买, 但快递企业为了增加竞争力, 持续压榨本就没有多少工资的快递员们。 单价下降,服务要求上升,工作量上升,工作时间不断延长, 让快递员们苦不堪言,但为了糊口只能坚持。 离职三个月的东莞快递员王勇感叹, 快递职业让自己心累身体累。 2023年以来,王勇直言, 自己几乎没有好好的休息过一天。 他说,我们每人负责一个区域, 很难找其他工友们替班, 大家基本都是全年午休,连假都不敢请。 他的日常作息基本是早上7点半上班, 晚上送完快递下班就已经七八点了, 网友每天的工作时长将近12个小时。 国家邮政局2023年2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 近一半快递员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 工作8到10小时的占比30.6%, 12小时以上占比21.4%, 48.9%的人表示每周休息一天, 44.5%的人休息时间不确定。 罚款是除了工作强度、价格低之外的 另一座压在快递员身上的大山。 有快递员称, 每天最怕的就是电话响, 如果被投诉了就会有系统打电话过来, 一天三四个的话,当天就白干了。 新规更是加重了这几座大山的压力, 本来工资就低到不能有罚款的地步了, 现在又来个最高三万元, 这是逼着快递员倒贴工资上班, 这谁能愿意呢? 网上也有网友分析, 消费者们不要认为这个新规是为你们服务的 而袖手旁观或觉得理所应当, 这个新规受害者并不只是快递员, 消费者将会在快递涨价后成为受害者之一。 乱套了,快递新规颁布后物流瘫痪了, 快递员辞职,快递涨价了。 这是快递新规之后的分检点, 快递成堆无人配送。 快递员委屈的原因在于, 一件快递他们只挣几毛钱, 这个价格里包括给每单快递 给收件人打电话和送到家。 如果这样的话, 收件人不接电话怎么办? 每一单都送到家, 快递员需要爬多少楼梯? 以前一天能送几百个快递, 新规后一天只能送几十个快递, 这不包括没有完成任务和投诉被扣掉的钱。 对于新规, 商户们是抱着没有关系的态度的,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快递涨价, 他们大不了就把商品涨价, 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后吃亏的也只能是消费者。 也有网民总结这个新规的作用, 总体原因还是快递行业乱象, 恶意竞争低价格, 受伤的都是基层。